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腦inside 如果不想錯過教學內容 請你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這是一份庫存表 是生產產品入庫出庫的數量 我們要統計各產品1到9月份的入庫和出庫數 表格中的入庫和出庫的欄位是交錯的 不清楚如何使用函數的話 就會把該列的儲存格的資料加種在一起 就像這樣子 我們想到直接可以這樣做 但處理起來會相當繁瑣 說不定偶爾手藏還會選錯 在這邊我們使用Sung if 函數來處理 Sung if 會依照你指定判斷儲存格的範圍 將資料範圍符合條件的儲存格做加種 在入庫和記的儲存格輸入等於Sung if 這個函數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判斷條件的儲存格範圍 也就是V3到S3 第二個參數是你定義判斷條件的儲存格位置 所以選T3 第三個參數是實際要相加的儲存格範圍 所以就是V4到S4 然後按Enter 這樣就算出這些月份入庫相加的數量 來整理一下Sung if 的處理過程 先選定你判斷條件的範圍 接著輸入定義的位置 再選好實際相加的儲存格範圍 再選好實際相加的儲存格範圍 第一個參數改為絕對參照 因為這個條件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按一下F4 第二個參數 相加複製時不希望列發生變化 所以在列3的前面加上一個前字號 第三個參數 不希望複製時欄位參照發生變化 所以在欄的前面加上前字號 然後向下複製空式 也複製到出庫合計的儲存格 就產生我們要的總和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教學內容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點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上是這次的教學內容 最後不要忘記下載本節的範例檔案 試著動手做做看 我們下回見